哈囉大家好我是必取鴨子 又到了月初 咱們要來拼紅便 1500鑽的貝勒禮包又來了 鴨子肯定是不會放過的 這是每個月必課的禮包 除了變身卡片還有娃娃卡片 可以各22抽以外 還可以拿到一些附加的道具 真的很推薦購買 然後呢這個月鴨子運氣還算不錯 在50等的水區掛到了一張藍布 還有外加其他地區也打了許多的寶 像是精髓或是住房等等 省吃減用之後 咱們存滿了1.2萬鑽 就在今天一次買滿8包 紅便娃娃各16開一起來看看 結果是 在20個月中 那次買滿10秒 1萬鑽 1萬鑽 先試點 1萬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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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萬鑽 3萬鑽 1萬鑽 1萬鑽 2萬鑽 1萬鑽 3萬鑽 終於在開了第21包的時候變身出現紅盤了 第21包 XD 後面鴨子的確是有點的比較快 最後變身包的最後倒數第二包 紅盤再次出現 XD 以上2022的首抽 總計26包 不算好運開了兩次紅盤 都是在變身 拿到的也都只是插肩而過的藍變 這次應該算是比較勸勢了吧 那也因為都是有補到卡池的 鴨子個人都覺得算賺 那這個之後的合成呢 運氣很差 都是合身體健康的 就不多分享了 那這個每月初的抽卡禮包呢 鴨子會一直抽下去 直到鴨子中紅变為止 因為個人覺得財力有限 我們就設定到這個目標算是個結束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平衡一下好運 不然之前的三紅旗真的是太神奇了 以上分享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了 各位 掰掰